打刀打刀的 就是夹膜吃 来喝一家 比我大个十来岁 搬了家 被时刻坠着喝的 牛肉汤 老三 牛肉汤 打刀了 两碗四十 小碗 二十一碗 它只放了韭菜 没有香菜 就你往根一放 哦 那个老汤味 真浓郁 那二十碗 这啥啊 鱼肉也 这么多 他们家墙上写了 鱼肉是咸的 先尝尝 再放一口 先尝尝 口单的 基本上不用放一口 香苗味 不是说特别的重 尝鱼肉 就是鱼肉 它有一种 特有的香气 一入口 那种香味 你不来说 就是脚头 还很嫩 不柴 被韭菜吃 这鱼肉的香味感 真强 太香 汤的香料 没有掩盖 鱼肉汤 本身的鲜 它写了二十三十四十 然后没有写 然后去点那个 那个半成 还有驴血口啊 我听过 它有没有 这个辣椒 这种油 是加了动物脂肪 但是什么动物脂肪 不确定 本来是不想放辣椒的 因为放辣椒 会遮的汤 本身的鲜 但是看到 这个辣椒 这么特别 这得尝一下 汤 是肥 上面有一层油 但是不腻的 哇 辣椒好香 好多香料 怎么辣 很香 香料 泡饼 这个 免费的 免费的 就比较迷离一点 但是会的 我那很呆 我那很呆 大包 这要收一块钱 今天没有做饼丝 所以没吃到饼丝 这个辣椒 现在吃下去之后 回头 有麻 它就感觉恶达 它这个辣椒 选的它非常红色 吃的 有香的 有点麻辣口 辣椒打包的 这是假模型 怎么样 看到这个韭菜的量 放到你们天哪 听到的声音 就是如果大姐 从我们进来开始来 不停地切韭菜 这屋子里面 你进来 就是 等家韭菜 我并泡一会儿 尝尝 驴血 这有气泡的 是自己做 好粘压 它说是泡 没有什么透明的味道 我估计啊 就是说驴肉汤 煮的 去 我给你买的 它泡了之后 它并没有吸到汤汁 而是变软了 早上六点营业 到下午三点 晚上不营业 人群 春饭料